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伸手不打笑脸人 真诚温馨的笑容可谓是天下无敌 笑脸婴人的人做生意 经商 自然比一脸寒冰的人收益要好得多 而发自内心的笑容更可以传递一种正能量 让与之接触的人心情也好很多 形成一种祥和的气场 财神特别愿意光顾 二 温言细语的人 和气生财这句话并不仅仅适用于生意人 而是几乎适用于不同的领域 例如 作为职场议员 你是愿意与和爱和善的同事上司接触呢 还是会喜欢那些极言利色 言辞粗暴的呢 身为老板 你又愿意将奖金红包发给什么样的人呢 所以 和气生财 生的是人脉 三 大度能容的人 这个大度能容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外形比较肥胖 肚富大大的人 另一层是胸怀宽广 有容忍之量 可以容忍很多不平 难耐之事 俗话说 有容乃大 心态的平和 愿意助人的人 更有接受容纳财神爷恩赐的福气 四 对金钱有强烈需求的人 正所谓求人得人 财神眷顾谁 也得这人愿意接受这种眷顾才行 对于金钱有着强烈渴望 把很大心思 精力用在如何赚钱上的人 对财神特别恭敬 财神自然也会特别留意一些 如果他们再能存好心 做好事的话 就会得到财神爷的特别眷顾 五 精打细算的人 经常有人抱怨老板小气抠门 殊不知这也是老板之所以成为老板的原因之一 正是长期一贯的精打细算 才让这些人有了比一般人多的财富积累 看完了财神爷最喜欢的人后 你知道财神爷最讨厌人们做哪些事吗 以下九种是他最讨厌的行为 你一定要知道 一 午夜喝茶 不少兄弟喜欢午夜喝茶 这也会坏了自个儿的好命运 茶叶五行中属木 代表了一种生气勃勃 积极向上生长的上升气场 夜晚则是安静的缓慢的下沉气场 两种气流对冲气场 然后影响自个儿的命运 因而夜晚喝茶需要留心 二 脑门不洗 不少兄弟洗脸的时候 喜欢用毛巾迅速地擦一下脸 乃至用水拍拍脸颊即可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脑门在人的五官面向中代表天 假如洗脸时分 不用洗脸毛巾清洗脑门 那么你一天的好命运还在熟睡中 要想好命运出乎意料 洗脸时就不要忘掉先清洗脑门 三 乱揪鼻子 如果毫无目的地老是摸自个儿的鼻子或耳朵 从风水的观点看 这说明你自个儿简略漏才或些许漏才 需求致使自个儿和爱人恋人的重视 四 乱吐口水 一些兄弟出于习气乱吐口水 从风水观点来看 这意味着金钱难据 卫理学认为 人要有正能量 要流气才能流财 风水上便是藏风那气 吐口水则表明把财气都吐掉 运势也会欠好 五 常常咬指甲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小兄弟咬指甲 但是假如一个成年人常常咬指甲 说明你自个儿干事简略严峻 缺少安全感 猜忌极重 不太信任他人 有什么心思也都会藏在心底 然后很简略的就影响到了自己的命运 尤其是财气和感爱更是如此 六 斗角摇腿 不少男女爱斗角摇腿 老话说得好 男斗穷 女斗贱 男女斗角都不是什么好习气 男子爱斗角很难大富大贵 即使有钱终究财富也难集结 女人爱斗角 爱情方面已多出疑问 七 点脚走路 不少男女正常走路应是全部脚踏出去 而不少兄弟走路时脚蹬不着地 姿势看上去只用前脚走路 后脚跟不用力 古相学上此种人被视为恶相 做事有头无尾 做工作不宜成功 八 摆筷随意 不少兄弟将筷子长短不齐地 穿插地摆放在桌子上 这种做法也是不吉祥的 通常叫做三长两短 长此以往会使自己的才气不顺 九 乱摆吉祥物 在生活中随身佩戴吉祥物的人有许多 在家中摆放的吉祥物 大都是旺财旺运的 不少兄弟请购回去 就顺手放在桌子上 茶几上乃至窗台上 这样的摆放方法必大于利 吉祥物的摆放方法和方位都是有讲究的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宁可不摆放 也不要乱摆 能够在咨询过有关专家的意见后 再进行合理安放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 第二